我收到一个邮件 他也说 如果是一个登山运动员 他的登山过程中 他呼吸到这么高浓度的嗅氧 对他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非常 有挑战性 也有提示你非常有意识的问题 在高海拔地区 我们本身身体就缺氧 这个缺氧情况下面 我们又呼吸到这么高浓度的嗅氧 对我们呼吸系统 心血系统有审害作用影响 那是不是这种双重作用 产生双重的危害 这些问题就让我们一直深思 那么我们也很想回到竹风 去做这样一次 更加深入的观测 那么正好在2017年开始 我们有了第二次青藏科考 使得我们能够回到竹风 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首先我们想要知道冰川风 它是怎么产生的 所以我们有三维的风速风向仪 三维的碳空仪 同时我们还有秀养的碳空气球 和我们的气象碳空气球 气球一旦放上去以后 它可以从差不多每50米 我们的风速风向 气温 气压 还有湿度 这些气象的参数 同时它告诉我们 羞氧浓度有多高 所以我们就可以画出来 垂直的羞氧浓度分布的扩限 他们也许能够告诉我们说 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有害的羞氧 在地位磨的羞氧 可能是来自于上面好的羞氧 我们获得了大量的这种观测数据 那么很多数据正在分析 很多答案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对我们健康有没有危害 所以我们这次呢 我们选了有50名受试者 包括我本人 那么这个过程中 我们实际上做了很多的观测 比如说我们去测量 我们的心电 我们的血液 通过采取我们的血样 知道我们血液里面的 很多的信息 我们叫做血小板 血红细胞 红细胞 还有一些炎症因子等等 它们都是反映 我们即兴高原反映的一个指标 通过这些指标 我们能够比较精确地 知道每一个人 经历到什么样的高海盘过程中 测量身体反生什么样的效应 这个研究它完了以后 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每一个人在登山的过程中 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的时候 我们下一步就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 来减换它的这种效果 比如说我们吸氧 是吧 但是什么时候吸氧 吸多少时间的氧 这个我们并不清楚 通过这些研究 可以告诉我们这些答案 此外呢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吸氧还能够起到一个负面的 对它身体健康有更加严重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它呼吸过程中 是不是有办法能够把吸氧给去除掉 而减少吸氧对它健康的危害 使得这些短期到西藏旅游工作的人 身体能够得到极大的保护 那么这是我们长远的目标 那我相信呢 在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愿意参与清照 科考 愿意去寻求这些答案的青年学者们 加入我们 共同来解开青藏高原 珠宫地区秀养的谜底